欢迎收看家庭养蓝技巧大全的黄金课程 我是主持人樱木 那今天樱木要教大家的就是 兰花我们家庭分灾如何进行正确的浇水 那这段课程樱木要探讨的是呢 并不是那种大棚啊 广泛生产兰花 不谈这个 咱们接地气 就谈我们在家里养兰花的时候 如何获取一个正确的浇水方案 这个针对新手养兰花有非常的重要 兰花跟所有的植物都不一样 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习性 它有它自己肉质的根系 对水分极其敏感 在我们家庭盆栽的时候 如果不懂得浇水 你是养不好兰花的 那具体我们应该如何浇水 这段课程樱木将详细的为大家娓娓道来 我们来看吧 好的那兰花到底应该怎么去浇水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兰花的根系 兰花的根系是肉质的根系 肉质的根系很怕腐烂 需要极好的通风性 所以我们栽种兰花的时候 用的植料透气性都很好 透水性都很好 这决定了我们浇水不一样的策略 其他的植物怎么浇 我先举个例子 如果说是其他的盆栽 你家里养的 你是不是拿一个水壶 往里浇水 兰花会这样浇吗 兰花是不会这样浇水的 那么兰花应该怎么浇呢 樱木首先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樱木以前在兰科植物资源实验室 我们实验室管理一万多盆的兰花 兰花大棚 我们管理兰花怎么浇水 我们不可能像刚才我演示 一盆一盆这样去浇 不是这样浇的 也没有会这样去浇 兰花它喜欢的是 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浇水呢 它是洒 雾 懂吗 在大棚上面呢 会有雾状的喷头 喷雾 从上往下喷雾就像下雨一样 但是呢 它这个喷出来的并不是那种下雨的大雨滴 而是水雾 所以兰花其实它最喜欢的浇水方式 就是我们实验室这样浇水的方式 喷雾式的浇水 为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其实很容易想 我们养植物呢 一定要有啊 模仿大自然的这种原则 脑袋里有这种原则 因为呢 兰花在大自然的环境是怎样的环境呢 是在深山里面的 深山里面是一个怎样的环境 很多很多城市的朋友 可能没有去过那种深山 他不知道 因为以前做蓝科植物科研工作的时候呢 经常去深山 一去就是去一个多月 我去的都是那种无人山 只有无人山里面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珍贵的兰花 因为我们做科研工作嘛 那那个时候我去深山里面啊 深山里面大家觉得会缺水吗 不可能的 一点都不可能啊 哪怕是再热的夏季 你去深山里面 每天早上起来 雾水啊都往底下滴 深山里面一点都不会缺水 所以在大山里面 这个兰花生存的环境 就是一个湿度极高 根本就不可能缺水的环境 哪怕它再干燥 它每天早上误水啊 你就可以滋润它了 所以兰花是生长 就是千百年来 自从它在地球上开始 它就生长在一个完全不缺水的深山里 所以我们家庭盆栽 你能让它说 等土干了 我们跟干层一样 这样去浇水 等到这样就要早干死了 因为呢 兰花一旦受到干旱 它立马就会消耗根系的 中间的啊 根系的中部的营养和水分 那一下就会空根 所以我们不可能等到 兰花干旱之后才去浇 那是来不及的 所以家庭盆栽给兰花浇水 我们浇水方案是怎样的 就是啊 没事呢 就给它喷雾浇水 喷雾浇水 再喷雾浇水 通过不停的喷雾浇水 来增加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增加它盆土的湿度 它的盆土 应该是长期保持微微湿润的 当然这要在比较通风的条件下啊 它的盆土是长期微微湿润的 这样是兰花最喜欢的环境 下面一幕来演示一下 我是怎么浇水的 好的 这个就是我养在窗台上的兰花 那我养的兰花 我怎么去浇水啊 难道说真的是 一盆一盆倒水倒进去吗 那倒进去啊 既不符合它增加叶片湿度的要求 而且你不停的倒水浇 很容易浪根 家里的通风性毕竟不如外面 不如深山 不如大棚 所以我们给兰花浇水 是不会说一盆一盆水 往里浇透的 特别是大家刚刚栽新栽的兰花 幼苗兰花 它的根系还不发达 有些根系比较发达 你这样 比如你养了三年 你天天这样浇没问题 因为它根系已经适应了 你家里的环境 根系很发达 你刚刚栽的更不能这样浇 所以我们浇水很简单 拿一个喷壶 大家可以看到 就喷雾 往上喷雾 往叶片上喷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喷过去 喷过来 再喷过去 再喷过来 好 这是第一道 喷叶片 第二道 喷土壤 斜下喷 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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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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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呢 早晨 这样浇一道 差不多就够了 哎 这有人说 哎 那你根本就没有往里浇水 它够吗 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室内 通风并不是很好 它呢 温度呢 很低 室内控制温度 它吸收不了这么多水分 如果说你在室内天天说 用那个水壶 一勺一勺往里浇 一下就浪根了 所以我们对兰花浇水是 你摸它的盆土 它长期都是微微湿润的 我不会让它的盆土干燥 所以每天 我都会这样啊 就是喷过浇 喷过浇 喷过浇 只要得到空了 我就这样喷过浇 它一下也会吸收掉 你这喷雾喷再多都可以 明白吗 就是啊 你要尽量的让它的盆土 长期的微微湿润 没事就这样喷过浇 你不要让它的盆土 彻底干燥再浇水 不要这样 养兰花 盆土就是要长期微微的湿润 叶片呢 最好的长期的周围湿度高 这个是养花最喜欢的环境 这个是养花浇水啊 不要怕麻烦啊 没事就给它喷雾 没事就给它喷雾浇水 既浇叶片 也浇土壤 这个就是它最喜欢的环境 而不要说我浇水就往土壤里浇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只是这样浇的话呢 不满足它的生长条件 尤其是小苗 这个就是养花浇水的关键 好的 我来总结一下 为什么我们以雾的形式 代替水的形式 因为给养花浇水 有个基础的原则 那就是宁少物多 不是宁多物少 为什么不是宁多物少呢 刚刚说它洗尸 因为很多新手话又不了解养花 天天就拿个水壶往里倒 往里倒往里倒 这个肉质根系 一旦泡水马上腐烂 一腐烂整喷养花就挂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用以雾带水 目的就在这里 以雾呢 它的水就少 但是呢浇的勤 这个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 少食多餐 少食多餐是养花最喜欢的浇水方式 而不是说一次一次的给它灌 很多灌在土里 你灌在土里就很容易浪根 所以给养花浇水避免浪根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宁少物多 通过水物来代替浇水 这个是养花浇水的核心 这一帮你没办法 我们来说用水智的核心 这一帮你放过水冷水的核心 感谢观看